你好,我是库伦流石,欢迎来到书馆,咱们一块聊天剪故事,今天呢,咱们继续聊这个准嘎尔韩国的剪实,咱们从这个土木堡之变呢,聊到了北京保卫战,我掰着手指都算了算呢,大概讲了三级了,这会儿呢,就出现了两种声音,这第一种声音呢,自然就是,你为什么不把这英宗带队北征深陷土木堡被野仙秦货, 再加上啊,后来的北京保卫战于谦于少保这些啊,说的更详细清楚一些呢,那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啊,为什么我们不继续的讲草原,讲准嘎尔,为什么一定要插起明朝这一段呢,原因呢,很简单,其一呢,我们啊,是要讲这个准嘎尔韩国的剪实,这就不可避免的,一定要把这个绰罗斯家族讲清楚,这个野仙呢,是绰罗斯家族不可回避的一位, 重要人物,所以说呢,我们讲这个土木堡之变,讲这个北京保卫战,那都是稍在手必须的一个过程,可是要说把它讲多细呢,也没必要, 因为啊,咱们书馆里讲过这个土木堡之变,讲过这个北京保卫战,哎,咱们聊过于谦于少保,哎,也详细的聊过这个, 后来明英宗朱祁镇的夺门之变,所以咱们在这儿啊,聊得特别细,也没必要,那咱们这部书要从哪儿结束呢,我有两个想法啊,哎,它不是很成熟, 还得托付您呢,哎,我的观众老爷们,您给我决策一下,那么第一呢,咱们减热闹的来, 就讲到这嘎尔丹一死,那咱们这部书呢,就结束了,那有人说不对啊,咱开篇的时候,不就把这嘎尔丹说死了吗,哎,其实那不是, 这个康熙皇帝啊,把嘎尔丹错骨扬了灰了,这个属于是这个康熙皇帝,哎,对嘎尔丹尸体的处理意见, 关于这嘎尔丹呢,是怎么死的,死在哪儿了,死在谁手里了,死了以后,这怎么就被焚化成骨灰了, 这骨灰又怎么落到了康熙皇帝的手里,这还是一番精彩的故事,哎,咱们后文书会交代, 那您要是觉得这部书好玩啊,能听下去,那咱就接着往下讲,一直讲到啊,这乾蒙皇帝兵发准干尔, 这就和这个清准战争那板块接上了,至于咱们这书说到哪儿啊,还得等着听您的意见了, 这说起这个尔丹来啊,我又想起个有意思的事,我要吐槽一下,前两天呢,有个好朋友给我留言, 说你啊,不能在这个嘎尔丹嘎尔丹念了,你得念戈尔丹,哎,他意思我懂, 我得和那个央视的那个,呃,著名的电视剧啊,康熙王朝保持持平, 因为那里边啊,哎,就是念戈尔丹,我直接就回复这位好朋友了,这么念念不了, 好,因为我念错个字,然后顾不了沈,怨谁呀,虽然我呀,念错了字的时候, 常有,可是呢,咱们不能把人名搞错了,是不是,我可以啊,正式的告诉您, 央视那电视剧里边那边念,是错的,不管呢,这央视这鸭门口啊, 他是大事小,他也是念错了,得累,咱们闲言手续,书归正传, 咱们即便是再不忘详细的讲啊,也得聊聊这个北京保卫战, 这塞汉王伯彦天门,野仙的这两个弟弟,秦获住了朱祁镇之后, 把他呀,就送到这个野仙的营中,这野仙一看朱祁镇呢, 他咧开乖乖乐了,实际上这野仙呢,来到中原本来就没打算拿下中原政权, 打下北京城,跑到这紫禁城里呀,继续做他的这个大元皇帝梦, 他来主要就是两件事,一呢,是多划了点东西,能抢的就抢啊, 能夺的就夺,第二件事呢,给这个明朝政府施加压力, 让他们呀,开边冒通护士,并且呀,在这个护士贸易上啊, 还要对这个蒙古一方有倾斜,也就是说呢, 必须得给我们一个最惠国的待遇,他并不想跑到大明朝的京师里呀, 紫禁城当中去做那个元朝的大皇帝,为什么呀, 因为呀,这北京城啊,在大明朝靠北的边境边上, 望南还有大片的国土呢,广拿下北京城, 不证明就拿下了大明,再者了,即便你杀进了北京啊, 您到了这紫禁城里,该做皇上的时候,这问题来了, 您做得了皇上啊,您做不了,因为这会儿的草原上, 您本来也不是大汗,这大汗呢,是代总汗, 博尔之金,脱脱不花,所以呢, 这也先都合计了,现在费尽巴拉,舍生忘死的, 打下北京城,那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衫, 所以呀,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这也先拿了明英宗之后啊, 按兵不动,先在营里呀,安抚了几天这明英宗啊, 大概意思就是告诉英宗啊,您呢, 既然被俘了,老实呢,我们不杀您,那必然呢, 是好吃好喝好代诚,我们就是用您呢, 跟这个大明朝换俩钱花花,没想到啊, 这过了几天之后,他发现这明英宗朱祁镇这个人呢, 个人魅力挺强,无论是说话办事, 还是啊,这喝酒聊天,都很合自己的心思, 甭管这明英宗怎么想啊,反正这会儿也先呢, 倒还挺喜欢这位二十多岁的明朝皇帝, 可是啊,您别瞧着这也先跟这个朱祁镇这么聊天, 他跟首先人可不这么说的,他说你们瞧了吗, 咱们肯定啊,能够恢复大元国土,恢复大元天下, 你瞧,这明朝皇上可都落咱手了, 那这叫什么呀,这就叫做天意, 于是这也先呢,按部就班呢,就实施他的计划了, 什么计划呀,哎,这有了肉票,哎,得要钱呢, 这也先呢,他可不想找那个硬钉子碰, 他带着这个朱祁镇呢,几乎走遍了北京城泥北所有的城市, 建了城建了官呢,也不着急攻城,也不着急扣官, 直接就让城上的首将答话,副手都不行, 必须是主将,那么说这城上的主将听他的吗, 哎,不听他的不行啊,在城下喊话的不是别人, 正是自个儿家的皇上,明英宗朱祁镇, 这溜了一圈啊,城上的首将啊,无非就是三句话, 第一句话就是啊,哎,这个树末将甲州在身, 不能施予权利,只能抱拳,与皇上请安了, 那第二句呢,哎,我们这儿没钱,也给您交不了赎金, 所以说第三句来了,不能开城, 那要是搁到前一份,也先这脾气,也能立刻就指挥人空城了, 哎,可是这会儿不用,为什么呀,哪能都像跟你是那么不开面, 不长眼呢,我这儿手里攥着你们皇上,我怕什么呀, 你不开门啊,我让大同试试去,那这大同还不开门呢, 那我就豫州试试去,豫州也不开门呢, 那干脆咱们就宣货府,宣货府还不开城, 哎呀,咱们是不是应该奔这个居庸官方向再问问去啊, 到了居庸官底下,晴天霹雳,酷衩一声, 哎,这更快的消息来了,这居庸官上的守将说了, 皇上啊皇上,我最后再叫您一次皇上, 连朱祁镇都呐了梦了,哎,怎么还最后叫一声了, 就说你们不打算把我救回去,我也是你们的皇上啊, 正在疑惑之间的这城上的守将又说了, 说北京城啊,那是已经立了新皇上了, 封您为太上皇兄,现在我们只能称呼您为太上皇了, 凭也先这个蒙古人的思维啊, 他还以为啊,这大明朝给这朱祁镇升官了呢, 他还捅这朱祁镇呢,他说兄弟你瞧, 你不在家,他们还把你这官啊, 给往上升了,朱祁镇听完这个气就别提了, 他心了话说呀,看样子我命要休矣, 过两天呢,哎,这也先就得弄明白了, 这朱祁镇呢,哎,一听自己被封为太上皇兄, 他现在就明白了,这继位的并不是自己的幼子, 而是自己的兄弟朱祁玉,在人家这新皇上眼里呀, 哎,您这个前一朝的皇上哥哥算什么呀, 哎,您还别说是皇上哥哥了, 就您真的是太上皇,是皇上爸爸被扶到敌人手里呀, 也不算个屁,想当年的这大宋朝就有鲜活的例子, 灰青二宗被裸到了塞北幽州, 那谁的执念最深想把这俩皇上救回来呢, 哎,岳飞,可是岳飞的下场是什么, 被当时的皇帝高宗赵沟十二道金牌调回临安, 就在风波亭当中弄死了, 那全天下都看得出来,你岳飞看不出来呀, 哎,这灰青二宗啊,回到这临安之后, 那我这个现任皇帝赵沟往哪摆呀, 所以现在这朱祁镇心里呀, 跟一块明镜似的, 我这太上皇啊,不如必实, 这城上守将如此之说呀, 就是为了激怒野仙, 让这些蒙古鸭子把我杀了, 哎,然后这大明朝就算绝了后患了, 这会儿啊,趁着野仙还没明白过来呢, 这朱祁镇赶紧说, 太师啊,您别着急, 咱们呀,再上北京城附近试试去, 那都是我的家人, 他们呀,答应不了您别的, 哎,给您凑些钱呢, 肯定是没问题, 那这野仙一琢磨啊, 那得了,那咱们就往前继续发兵吧, 绕过了居英关, 向北京城方向进军, 那这会儿的北京城里怎么样了, 这会儿的北京城里一点都没乱, 哎,正如这居英关守将所说呀, 北京城里另立了新皇了, 就是我们知道的景泰帝朱祁玉, 这朱祁镇的弟弟, 军事上当家的呢, 就是我最佩服的那个明朝人, 哎,就是于谦于少保, 当然了,那会儿啊, 这于谦还不是少保呢, 官职也并不够, 哎,这个兵部的一个侍郎, 说现在话说吧, 就是国防部的一个副部长, 那么说这大官都哪儿去了, 大官啊, 都跟着这个明英宗出了城北, 死在郊外了不是吗, 这于谦就主张, 这北京城里军民人等一起齐心合力, 咱们要打一场这北京保卫战, 那么说这明英宗带走了北京城二十万守军, 哎,出去打仗打输了, 这于谦现在呀, 哪儿来的正守卫北京的底气呀, 实际上我跟您这么说, 这明英宗带走的这二十万北京守军呢, 实际上有多一半都是啊, 这个散机毛凑出来的胆子, 全是乌合之重, 说一点精锐没有吗, 有, 对这个大明朝而言, 在土木堡这一场大战之中啊, 损失最惨重的就是大明朝损失了北京三营, 都哪三营吗, 五军营三千营, 还有就是著名的神机营, 在高峰时期啊, 这三大营可能应该是有十七万人, 到了英宗时期, 三大营最少也应该少不过十万, 当然了这明英宗带兵啊, 不能把这个三大营的人都带走, 总之要带走百分之七八十, 这百分之七八十的三大营, 算是这次明军出征真正的损失, 因为啊, 即便是跑回来的, 也没跑回来多少, 那按这么说, 这北京城里不就是没兵了吗, 还打个屁的北京保卫战, 不对, 这会儿啊, 过地秦王的军队已经到了北京了, 那么说这军队有了, 那不吃粮食吗, 粮食打哪来啊, 哎, 这北京城也不缺粮, 这通州大仓当中啊, 有的是粮食, 那这会儿就有人说了, 这通州大仓的粮食不好往回运呢, 一旦呢, 这也先把这个京东四十里外, 仓州大仓的粮食抢了, 咱们这些粮食自己吃不上, 还资助了敌人, 这多可惜啊, 所以啊, 哎, 这有的大臣说干脆呀, 咱们啊, 把他点了算了, 余谦说混蛋, 哎, 没招了咱们想招, 也不能轻易的就把粮食毁了呀, 这样啊, 咱们就真得干瞪着眼, 等着投降了, 那大伙说那既然这样, 有主意您拿吧, 余谦说这事好办, 让所有来秦王的部队呀, 都别直接进北京城, 从通州走, 所有士兵啊, 身上背粮食, 所有车辆马匹身上啊, 驼粮食, 能拉多少啊, 算多少, 北京城的老百姓, 只要你说你敢上通州去拉粮食的, 拉回一大车来呀, 咱们给银二十两, 拉回一小车来呀, 给银五两, 推回两袋来, 都给银一两, 那您想想这老百姓怕不怕死, 怕死, 可是有句俗话说的好, 这清巧红人面, 彩白动人心呢, 白花花的银子谁不想赚呢, 乱世, 谁都想趁此机会, 多赚到两把, 于是北京城的老百姓呢, 还管他野鲜不野鲜呢, 有大车的就赶着大车, 没大车推着小车, 连小车也没有担着担子, 可就奔了通州去拉粮食了, 据说这于仙只用了短短三十天的时间, 在北京城内就集结了守军十万, 一千多万弹粮食, 足够这北京城内的军民人等啊, 消耗一年, 那这还怕什么呢, 现在呀, 就怕这野鲜不来了, 结果呀, 这野鲜呢, 还真来了, 野鲜是怎么想的呀, 不争蛮子我也得争口气, 哎, 我打不下你北京城来, 我手里钻着你们皇上的, 我也得吓唬吓唬你们, 再有, 我蒙古骑兵何等之英勇啊, 先给你们个样子瞧瞧, 咱们呀直接攻打这北京城的北门得圣门, 那么这会儿啊, 这北京城里边所有人都知道, 这北京城哪最凶险呢, 北边的得圣门呢, 伊丽推呢, 像这北边什么安定门呢, 什么这个西制门呢, 也都挺凶险的, 那么说谁来守着北门呢, 哎, 绍宝于谦, 这于谦于绍宝当然不让, 这卓一是我出的, 这最凶险之地自然由我来守, 这于绍宝呢, 有句诗句也就体现在这儿了, 粉身碎骨, 魂不怕, 药流清白在人间呢, 这一打起来呀, 这野鲜可没想到, 哎, 十万残兵败将, 对我十万蒙古骑兵, 在这个于谦的领导下呀, 竟然毫不惧怕, 连北京城的城根都没靠近到啊, 哎, 就损兵折将不少, 这野鲜呢, 带着兵啊, 从这个北京城周边徘徊了几个月之后, 发现攻不下北京了, 于是啊, 也只好灰溜溜的就回到了草原, 可这会儿啊, 这蒙古当中的不同声音出现了, 谁想带北京啊, 哎, 拖拖布花, 不耳之近拖拖布花, 就是那个野鲜的立的那个傀儡大汗, 这会儿的拖拖布花呀, 可不是回来了, 他跑到东北呀, 积累了自己的力量, 他觉着他现在往北京跑啊, 他想和这野鲜呢, 杀进城去, 那做皇帝的肯定是我, 现在的这个大汗, 我们这根正苗红呢, 于是他呀, 策马扬边的就往北京赶, 赶到半唠唠的, 他才听说, 赶这野鲜呢, 打不过这明朝城内的守军, 已然呢, 往这个草原撤军了, 并且呢, 这北京城内的守军呢, 随着各地秦王的军队不断的赶来呀, 从最初的十万残兵败将, 现在已经增加到二十二万名军了, 而这人家北京城, 哎, 景泰皇帝朱祁玉, 已经正式的登基做了殿, 那这还跑北京干嘛去, 干脆呀, 咱们各回各家, 各找各妈吧, 后来的故事啊, 咱们也知道, 这明英宗啊, 被这野鲜放回了这个北京城, 在这南宫啊, 被拘禁, 当了好些年的太上皇兄, 您如果到北京旅游啊, 想上这个南宫看看去, 您从这个故宫的东华门出来, 然后呢, 奔南走, 就是奔禅街方向走, 走到段库胡同方向啊, 您往东一溜达五分钟, 您看高台上那个带爆煞的歇山顶宫殿就是, 当然了, 那个不是原建筑, 原建呢, 让那个倒霉的李自成给烧了, 清军进城以后啊, 这是都尔滚的瑞王府, 小众景点啊, 没什么游客, 您来采采风啊, 是个不错的景致, 回到草原之后啊, 这大汗拖都不花, 觉得自个儿的胳膊根可够粗了, 于是就想尽一切办法呀, 和这个野鲜对着干, 他也是想啊, 能不能削弱一下野鲜的实力, 因为野鲜呢, 自北京保卫战之后啊, 这实力明显的有点弱了, 那您想啊, 这野鲜他是好惹的吗, 这才引出来夏文书, 这野鲜杀了脱脱不花, 成了这个草原上, 自元朝以后, 第一位不是黄金家族的天圣, 可汗。